本地互聯網金融科技公司VLab 獲得包括Tom集團以及美國直谷風險投資公司 紅燦資本等入股 注資一共1400萬美元 雙等於大約1億0900萬港元 VLab行政總裁隆佩智子 Tom作為策略性的投資者 並非單是為了投資 日後亦都會運用VLab的科技 為Tom旗下或周邊的業務 提供互聯網金融服務 隆佩智又說 由於網上的交易 涉及不同的風險 核心產品VDefense 是透過利用不同數據進行風險分析 就金融交易作出精準的判斷 這次融資所得主要是投放在有關的業務 並會在香港以及內地 成立大數據科研公司 這次的所有資格製造成 是最新的資格製造成 這次的資格製造成 什麼是最新的資格製造成 高度的資格製造成